看看新闻网 说到李亚鹏王妃离婚之后呢 两人也没歇着啊 各忙各的 从去年开始呢 嫣然天使基金就卷入了借公益敛财的这个风波 而且风波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那李亚鹏的日子应该也不太好过 而王妃呢 则是在各种活动当中开始露面了 而且这个付出的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了 被央视名嘴 白颜松 爆料人周小云和明镇部三面夹击的李亚鹏 最近到台湾地区度假躲轻进去了 不过身处漩涡中心的他一回北京 就被记者在机场逮个正招 只见李亚鹏独身一人推着行李车走出闸口 随后再被一位商务打扮的粉丝认出 还大方与其合影 全程心情极好 只是这镜头俯视李亚鹏的角度 将他头上的泻顶展露无遗 李亚鹏你头上有一块不毛之地 你知道吗 要说去年11月 李亚鹏和冯敬恩被拍到在停车场清热照时 李亚鹏还是一头浓密的秀发 随后去年12月 在慈善基金被曝光有违规行为之初 李亚鹏也并委脱发 那这一小撮的不毛之地 难道是日夜烦恼抓破头所致 再发展下去可有点悬呢 早日公开账目才是上策呀 与李亚鹏的境况不同 我们的天后王妃看起来就唇光灿烂咯 在新发布的广告中 王妃扎起马尾身着一袭白裙 对着镜头露齿微笑 在阳光下险的伴儿精神 清和力猛僧有目有 看来好心情挡也挡不住 不知道随着这则广告的上线 天后会不会加快付出的步伐呢 行李在线编辑报道 继续 继续